华初将同华侨中学合并 之后不但校名校庆变了 华初的校徽和中文校歌呢 也不会保留 今天的校庆对华初师生和校友来说 因此特别的有意义 华中初级学院建校30周年的校庆 在省事团的锣鼓声中掀开序幕 从明年1月1号开始 华中初级学院的校名将改为华侨中学 校庆日不再是7月31号 而会改在3月21号和华侨中学共庆 因此今天这个最后一次 以华初为名的校庆 吸引了许多校友回到皇城 希望能为自己留下难忘的回忆 对于校名无法保留 不少校友都表示能够理解 名字是次要的 最重要的是他必须要办好 他应办的这个角色 所以他的软件是非常的重要的 只要他可以为社会 提供可以贡献的人才 我看那个学校就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 学校的名字很重要 但是内涵更重要 现在有了新的校名 可是内涵没有改 新的校名能够更团结我们两校的校友和学生 这个学校的名字其实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就是他要能够代表 在这个新时代里面的新的使命 不过一些较年轻的校友还是表达了不舍 改了校名会导致我们失去那种归属感 那我们希望还会有一个共同的节日让我们回来 例如是我们的中秋晚会 如果还有的话 希望他会永垂不朽 让我们这些校友能够回来再凝聚在一起 华初校名被改已经成事实 不过相信在华初校友心中 华初精神将永远存在